LEO 了世紀 天梯的不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 朝鮮人對上硬家人 這套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現在回到天梯分數呢 來到2948分 還是50分的樣子 分數還是非常頂尖 但是他這個分數 接下來再打上去 可能很困難 因為接下來沒贏一場 可能只會加個1分或2分 甚至不會加分的一個情況 直到下面的 大概2600、2500、2700 分數的玩家們分數再繼續往上 HERA的分數才會有 土費猛進的成長 突然突然持雄 那HERA他的分數 我們先不管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硬家對朝鮮 先來看一下HERA HERA的文明特性挖石很快 也背著弓兵鎧甲 而且有這個強大的馬戰車可以用 而且他的投石車的射程 也是遊戲裡面射程最遠的文明 那他的劍塔可以隨著時代自動升級 而且到了地獄時代還有議程科技 可以讓劍塔的射程高達13點 所以HERA這整個文明 打這個公兵路線 馬公、馬戰車、槍兵路線 比較適合 雖然他有大肉馬 但是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三公 用起來還是有點微妙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的文明 是硬家人 那硬家人呢 也是被很多職業選手們 稱為這個頂尖阿拉伯文明 可以說是T1文明 也可以說是T0文明 由於他的這個食物的單位呢 都可以用所有的減免 而且這個減免呢 從黑暗開始就有 所以讓他在前中後期 都可以處於一個便宜的單位 壓制對手打法 那硬家人到了後期 還有支烏盾 可以讓老鷹跟槍隊長 可以獲得更好的防禦力 所以對上這個工兵文明來說 是相當舒服的一個科技 那他的印第斯彈弓呢 這個安帝斯彈弓才對 到底是安帝斯彈弓還是印第斯彈弓呢 每次都有點搞不清楚 可能是中國跟台灣的念法 不太一樣 然後他這個效果呢 可以讓戰毛兵跟頭死守的 最短的射程給減免掉 而且還可以增加頭死守的一點傷害 所以硬家人來說 他的打法是完全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遇到騎兵文明可以出槍隊長跟騎兵 遇到工兵可以出戰毛兵 或者是老鷹進行反制 遇到一些步兵文明的話 還可以用頭死守跟強弩去進行針對 遇到什麼都有反制的方法 而且生旅科技呢 還算可以用 只要不要生旅內戰 單純生旅戰的話 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這個地圖看起來是黃金的部分都偏前面 NBL這邊地圖看起來不太舒服 但果子在後面 這一點對NBL來說非常的好 而且他這個前期時代又有食物的減免 前期很適合打這個槍矛前壓 或者是打這個老鷹配弓兵 都是可以考慮的 果子在後面的話就可以考慮槍矛前壓了 這個是很好的 那HERA這邊的黃金位置在後方還不錯 但他的腹肌呢 是在右左右兩邊的位置 也是偏正前方的 所以他打起來 待會這個左右兩邊的黃金 要開TC防守會比較適合 那前期的部分也可以稍微小微一下就行了 沒什麼問題 算是一張蠻舒服的地圖 好那現在兩邊已經升到了封建時代 HERA這邊是偷了一個織布 硬家NBL這邊是不偷織布 穩穩的點上 那HERA這邊如果要插塔的話 這時候要挖石頭 但沒有挖石頭 也沒有前置村民 應該是正常開局了 HERA是走了一個工兵開局 畢然畢竟一開始封建時代 就有這個工兵鎧甲 工兵鎧甲對於 朝鮮的工兵來說相當舒服 一開始出毛筆 就可以打贏對方的工兵 完全壓制 好那HERA這邊有打字 但是他現在好像改名叫Licha了 所以我們這邊面表上面雖然說HERA 但是下面還是寫Licha 他講了什麼 什麼什麼隊伍的 看不太懂 歡迎觀眾在下面補充留言 什麼Tim的嗎 剛剛是不是有看到Tim這個字 HERA這邊三隻毛兵 前壓到了MBL家裡 MBL打贏這個組成最好的辦法 就是出均勻 雙均勻出老鷹 但是現在黃金有點偏外側 不好挖 先選擇了毛兵策略 雙射箭場出毛兵 OK槍毛前壓 我們剛剛開頭說到 硬家人非常適合這個 看一下HERA能不能擋住MBL的槍毛前壓呢 看到槍毛前壓 HERA有點慌了 先維持好了 不然待會可能會被弄到生活無法治理 而且這邊還有兩隻老鷹 現在這個老鷹 稍微也會給到壓力 但是MBL沒有打算直接往前壓制 先等對方圍好 來擋個建築物 這裡毛兵數量有點多 總共有八隻 MBL這邊只有四隻加後面七隻 後面也八隻了 這裡有多一隻在中間 這裡也是四隻 但是MBL沒有打算要繼續前壓 而是決定要來種田 趕快生成了 OK 這邊繼續撒農田 HERA這邊農田已經領先了 十二片田 這邊才剛十一片田 有些田還沒有補滿 現在MBL 生時代慢了很多 好 HERA這邊生時代已經準備要up上去了 好 前期是一個小打小鬧 並沒有太多的交戰 MBL這裡打算要賣石頭 生時代了嗎 感覺要賣一下 不然這個會太慢了 那為什麼HERA跟MBL 兩邊的時代差距會差這麼多 最主要是這跟射箭場的關係 要是MBL沒有補這個射箭場 總共前可以補再更早 你的肉就會更穩定一點 時代自然就可以順在更快 然後MBL 這邊果然是賣了兩串石頭 買了一些食物 提升到了城堡時代 HERA這邊點了一擊射 好 那現在馬卡部分點下了一擊 HERA還有25秒的時間 升級好城堡散 那目前時代看起來 HERA打法還是會比較偏向於走 攻兵路線 不會走馬戰車了 原來這裡並沒有挖石頭 好 這裡走了一個戰毛兵升級 戰毛兵點下去 點了一隻騎士 那其實朝鮮這個文明 也是適合走馬攻路線的 雖然他沒有這個 跟蹤技術 沒有這個品種 血量稍微差了一點點 但是他有免費的攻兵鎧甲 在於第一波跟對方打攻兵的時候 或是跟這個 起兵國打 或是打這個老鷹的時候 有一些優勢在 但是優勢並沒有那麼巨大 只能說是堪用 如果要打馬攻的話 還是比較適合打馬戰車 但如果沒有挖石的話 才會去選擇馬攻路線 好 那現在MBL 沒有打算要 守住這塊墓區 這一坨戰毛是直接衝到Hera家 Hera家這一波 能夠怎麼守呢 這個要怎麼擋 難擋囉 先放個投石車 騎士過來 這個要上了 是我一定上 上了吧 Hera把殘血的騎士往後拉 正面先把槍兵給幹掉 殘血的騎士往前 被擊火掉了一隻騎士 好 這裡有更多殘血的騎士 這一隻殘血騎士要回頭幫忙嗎 好 這一波也上了 等這一波果然被二級射的 戰毛兵打到有點頭破血流 正面的部分還沒有被打破 沒問題 MBL這一波秀得很好 把Hera的騎士 秀到全部都殘血了 好 這個殘血走掉 好 家裡補修道院 待會把這些殘血的騎士血量拉起來 還是已經補在前方了 補在前方 OK 戰毛兵用錢丟 現在12隻對17隻 戰毛兵 戰毛兵走進來了 開始秒殺 傷害很高啊 哇 又要再抓個一村 進來 半條血 殘血的死去了 這個騎士遇到二級的射的戰毛兵 沒有二級馬卡還是有點難打 但超血人就沒有平整 如果再繼續投資一個二級馬卡也很難受 但是不投資的話 這裡好像又不太好擋 村民一隻一隻的倒地了 Hera有什麼策略 明明是自己前壓的 但是卻被投資車給擋住 哇 MBL頭車直接打掉Hera的投資車 這一波進去也讓Hera的操作有所失誤 這波失誤讓Hera可能會讓前期的進攻完全被化解 好 但戰毛兵的數量 現在是Hera在上方有點優勢 騎士在前面 但是好像不理這個騎士就沒問題 先打後面的戰毛 傷害不錯 好 不理騎士的下場就是直接過來要被砍 但是戰毛兵臨時加後面投車阻止了 騎士的直接衝鋒 後面的戰毛兵最後是被全部砍光 這是砍光還是自滴的呢 應該是砍光的吧 也有可能是自滴 看起來怎麼有點同時是死亡的感覺 好 那前線問題還沒有瓦解 後面的騎士會到前線去補血 待會MBL的壓力又會變得更大了 好 現在MBL有點下了一級的步兵鎧甲 現在村民術非常優勢 快要領先10隻村民了 接下來MBL只要轉出老鷹 二級攻 應該就能打得贏這一坨老鷹了 還有戰毛兵 好 現在英勇士點下 黃金已經控好 有沒有點一級蛙金 還沒點 一級蛙金找個機會點一下會比較好啊 畢竟都要走老鷹路線了 但MBL沒有打算先補 先補下第四個軍營 四軍營爆老鷹 新還有四BG 四BG神族 往前推 四季帝國有印加4GB 四軍營出老鷹 那四軍營出老鷹這個打法是比較 四季帝國早期的打法 這個HD時代很多人玩南美國民會用的 但是那是以前老鷹造的快啊 那現在四軍營還有料嗎 現在老鷹的產能被下修了很多 好這裏來不及 照想到了 但是頭車砸到了三隻騎士 這波打得漂亮 這波進來應該可以砍掉三台頭車沒有問題 後面老鷹輸出沒有辦法完全的集火 應該還要再死一隻騎士才對 但是好像活得出去了 MBL點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由於對方是戰毛兵的關係 先提升兩點防護力戰毛兵 還是比較難受一點 那其實點一點就夠了 點一點的話是四點防護力啊 好那HERA這邊的二級伐木 跟一級農都沒有點 感覺第一波戰毛兵還是讓 讓HERA自己的節奏也打到有點亂掉了 再忘記點GD科技會很傷喔 好點了一攻 他想要靠騎士直接輾過去嗎 -5-0 好這個老鷹從後面繞幹跑掉 光塵器製造所 要被砸掉了嗎 好老鷹往前了 從上面衝鋒 老鷹在上面 戰毛兵往前點 點掉了第一隻僧侶 這裡的僧侶目標是要抓僧侶 攻後面投石車 僧侶第一時間被擊火點掉 投車後面砸到了一發子 砸掉了兩隻戰毛兵 後面的投石車出來被騎士給追殺 但正前方的老鷹已經被後方的騎士給攔截 沒有辦法成功突尾後方戰毛兵 現在這些戰毛兵只能互相傷害 但是前方騎士已經突破了防線 直接殺了過來 這裡只能靠城鎮中心補一點傷害 但沒有辦法完全擋住 這邊黃金有點炸裂 補了這麼多村民去挖金 但是卻沒點一擊挖金 是否搞錯了什麼呢 有時候打架就會打到後面就變這樣子 太忙了太忙了 現在農田也是有點少 雙TC卻只有14片鐵 這個鐵是真的少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斷村已經來到了6分鐘 TC閒置6分鐘很久 好有一波老鷹這邊多抓了一些村民 HERA這名村民已經來到了22吋的差距 投石車出來砸了一發老鷹但是沒有全部砸到 這波沒有往後拉卻幫到了MBL MBL剛剛要是有看到投石車出來一往後拉的話 應該就會吃到很多投石的傷害 但他這邊是選擇了往前 到投石車打完一發之後再往後拉 算是一個小細節嗎 還是一個沒空呢 不確定 那接下來MBL 即將要打出來的戰術 應該就是3TC農上去了 待會應該要再補個TC 好現在經濟分數MBL已經領先了2400資源 這個資源非常的多阿 說明數拉罪來到20吋之後就很可怕了 好47打68 但又一波又要來了 HERA家裡一直沒有圍死 沒有圍死 又沒有騎士家裡防守 這打得贏嗎 有點疑惑 好 又補了一個新的馬舅 HERA決定要用騎士繼續壓制 但騎士這裡沒有品種 帝王時代也沒有三攻三防 繼續走騎士路線真的OK嗎 好騎士稍微攔截到了一些老鷹 但老鷹有點不管 直接硬上這些村民 村民又被抓掉了幾隻 好有點虧有點虧 但這波還是解的蠻快的 確定數只掉了一些 正面有一步交戰 這波交戰老鷹往前衝 擋了一下後面的老鷹可能被招響掉 欸這個選擇了斷招響 好那還是回頭拉了一下 NBL這邊用生女招響 直接把HERA的騎士給逼退了回去 好這一波NBL打得還不錯 然後這一場的交換 超名差距越打越大了 哇差距來到了28村了 好那現在挖金還是沒有補吧 那沒有關係 現在NBL再繼續穩穩打 應該就可以把HERA給打到殘掉了 好這裡兩邊都出生女 稍微補血一下 後面還轉出了一台銀炮 好這裡要小心 生女在後面重重保護住 沒問題頭車砸了一發 直接把後面頭5號給砸掉 正面的老鷹坦快輸出 頭車砸一發砸死了一隻生女 後面的生女還在招響 但招響目標好像怪怪的 直接被戰毛兵給投死 正面的老鷹要繼續往後拉 戰毛兵要小心了 這隻全倒地 現在NBL的戰毛就已經被送光了 火車這邊很努力 想要打戰毛 但沒有砸到 NBL正面的老鷹一直往前補 後面HERA在控戰毛兵 沒控控騎士 反而讓騎士自由開火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老鷹 拉了三隻騎士想要抓 但是現在騎士數量不夠 選擇了往後撤退 這波幸好撤得好 這三隻騎士其實血量很殘的 這波打下之後 雖然NBL沒有成功把前線的基地給佔據下來 但至少現在臭名術依舊是領先的狀態 這波HERA其實也在往裡面 扣抓了一下 抓了大概五村左右 臭名術有所下降了 那目前問題是這兩塊附金該怎麼辦 HERA現在的想法是 我就去空在這個位置 這兩塊金你就不能挖 你不能挖遲早會把主金挖乾 到時候你就會自動投降 好的一個想法也做不定 那現在騎士現在是越來越多 沒錯 NBL這邊果斷轉出了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那待會有槍兵之後 待會老鷹就可以嘗試 繼續去HERA家裡偷抓一些村民的 HERA的朝鮮 針頭 壓力還是非常十足的 OK 老鷹真的要去偷家了 家裡趕快產人 重裝長槍兵 這裡可能要買一些食物才行 投車一出來 打掉了一台投車 在後面網打了一發 第二台沒有拿下 這裡的村民有點危險 走得過去 這裡居然有個洞 真的有洞啊 好 村民直接被打死 好 第二波來了 老鷹準備到了HERA家 但HERA這一波已經看到老鷹 已經在自家門口 看這裡轉出來是大量槍兵 生女第一發頭毛 沒有頭死生女 開始抓村民了 直接斷殷附近的村民 後面三隻老鷹往後飛 這一波HERA應該要衝 不衝的話就等死 騎士往前 來 換家了 換家了 這一波換家 壓力很大 MVL喔 家裡能夠扛得住嗎 弄到長槍兵的數量明顯不夠 這一波換家 會頭破血流 但是還是得換 這裡繼續收村 好 最後到家裡 哇 被抓了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數直接輸在下30村了 這一波老鷹飛進去 抓了20隻村民有了 哇哇哇 吐了吐了 剩28 29 臭民數下降的有點快 好 那這些騎士送光 沒有辦法交換到更多單位的話 可能就要量了 28對65 現在MVL喔 有點難受 但更難受的是HERA 好 HERA拉一些騎士回家 終於擋住了這一波 但是聰明差距已經來到了一倍 好 手撕老鷹 抓掉了兩隻 剩28對66 好 沙裡的老鷹再繼續踩 還好這外面有拖礦阿 把外面的野礦給踩完了 好 那現在黃金不夠 趕快到外面左邊拖挖一下 這波正面開打 HERA可能要打GG囉 正面守不住喔 只有8隻騎士而已 上面有13隻 感覺好像還是差了一點 這波要衝阿 衝還是不衝 不衝 HERA這把打得有點極限 好 MBL這邊斷村也是斷的蠻多 這邊的想法還是想要轉一些槍兵出來擋一下 老鷹要再繼續飛 HERA已經看到 抓個一村沒問題 好 衝了過來了 這個木牆被打破 吐了 這些村民防不住 老鷹在家裡飛 這邊的騎士抓掉了一些老鷹 這些老鷹應該是沒空好送掉的 好 這裡拉了一些騎士過來拯救一下被老鷹追殺的村民們 但這些老鷹能夠打得贏嗎 這些騎士 這邊再繼續圍 村民又被抓掉了一些 HERA的村民術又低於30村了 夢回封建時代阿 哇哇哇哇哇 這個村民術第一次看到世界冠軍被打到這麼慘的 MBL這一把終於打出來了 自己的升降阿 好 這裡戳 戳戳戳戳戳戳戳 快要戳掉這些騎士了 這裡八隻騎士 八隻老鷹 對五隻騎士 打得贏嗎 有機會但不多 直接被砍爛 騎士的體質依舊太好 好 好 那現在MBL的村民術還是領先 這一波 生女要是被拿掉 就要投了 好 招搶到兩隻老鷹 戳掉了剩下的生女 生女終於全倒 最後招搶到了三隻老鷹 好 下面這些村民也在偷挖金礦 HERA好像沒有意識到 主金快要挖完這件事情 他可能覺得MBL快要投降了 黃金快要乾了 你要怎麼打 其實MBL這邊轉槍兵 跟戰錨往回推 問題也不大 村民差距拉得有點大 那HERA為什麼不投降 最主要是因為HERA的分數 現在還是很領先 最近是來到3658分 剛剛的沙迪已經賺到了非常多的分數 兩邊分數持平的情況下 頂尖選手們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但以我們上帝視角來看 HERA的勝率是有點偏低的 好 六隻村民 要被抓掉了八隻村民 終於看到你在偷挖金 好大的膽子 這裡沒插劍塔 就在挖金礦 好 又一撮老鷹 往金礦處 繼續往前衝 HERA現在黃金樹有13個人在挖 這個騎士 你真的要用手撕了嗎 兩隻騎士就可以把六隻村民給搞定了 老鷹沒有要去救 太慘了 NBL難道要被翻盤嗎 有可能嗎 現在這個黃金被抓掉之後 就只剩下這五隻村民在挖金囉 NBL 第二個大問題是二級攻沒有點 二級攻沒有點 後面再補一些房子 後面補一些木頭 現在這裡的牧區已經挖完 右邊這個牧區怎麼離得有點遠 這裡要補個新的防護場才行 這個一來一往 支援的採收效率就有點差 好NBL並沒有想要繼續打爆正面 而是繼續想要偷家16隻老鷹 往HERA家裡開始送了 好 好這裡 爪盲子被打掉了 修不起來三隻村民修 黃金又被打破 要趕快逃了 好現在用一隻騎士來站崗一下 看有沒有拖挖金礦 看來是沒有 好家裡 村民全部被吃光 老鷹再次打破城門 左邊村民已經沒有了 現在只剩下右邊這個黃金礦有 好但這面直接要打破一波 NBL終於要突破HERA的前線哨戰 HERA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NBL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出了148隻老鷹 一隻老鷹50塊錢 這個黃金量是真的有點多 7000多塊黃金都出老鷹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NBL拿到資源上的所有勝利 雖然沒有人撿勝物 但這把比賽 HERA確實被老鷹國壓制得很慘 朝鮮這個文明 本來就很難打南魅文明了 畢竟老鷹真的太強 即使轉這個劍兵系 也不太容易打贏 雖然HERA以前 有一場是打裝甲步兵 壓制老鷹爆的打法 那把HERA是用朝鮮打贏的 不過那把是打劍兵系 那HERA這把打不贏 有可能就是因為出了態度的歧視了 造成這些產能不足回防不太容易 跟加上沒有打所謂的極限的防守反擊 選擇了身頭前壓 就意味著你一定要好奇一次 去一直Cover前線 跟後方家裡被偷架的問題 不然就是家裡要上大死牆為死了 才有可能去專心在前線的操作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把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會 CANADA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還沒什麼 天呀 有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